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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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爬下 狼狽從土裡爬出來 不斷咳嗽 男子為了躲警察 從三米高的鎮溝 一躍而下 雙手丟抱頭 抱了 雙手抱我拋架出來 滿身爛泥 和警方在鎮溝內 上演追逐戰 最後難敵玻璃是大人 只好乖乖從爛泥巴裡 爬出來 而時間回到半小時前 坐下來 你坐先坐下來 好 我坐下根本就走 你坐下來 我要站你走 你坐我閨力來 你坐我閨力來 好 警方上前盤查 沒想到郭男假裝配合 接著一把推開遠景 拔腿狂奔 從公車站拋到大馬路上 當時通緝犯逃到這裡 我旁邊的這個鎮溝 他走到這裡的時候發現沒有路 竟然直接踩下去 而且可以看到相當的陡峭 他的高度長達三公尺 而警方也出動15人 將他團團包圍 事發在7號晚間6點多 新北淡水區北新路 這名通緝犯被判刑 一年8個月逃到淡水 遇到警方在公車站 謊報身分 接著一路跑了200公尺 最後跳下3米進溝 警匪泥巴站 僵持半小時 然後那個是屬於一個沼澤地形 然後我們過去的時候 我們全身都是泥泥 摸黑搜索才找到他的行蹤 通緝犯為了逃命跳下去 玻璃是大人 也不是省油的燈 兵分兩路下去包抄 最後火帶通緝犯 結束一場泥巴混戰 記者阿高爾麥林玉君 新北報導 好